粉丝蒸扇贝 用扇贝的壳来盛菜 这种形式本来就很特别 再加上味道特别的好 所以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它也就成了一道名菜 今天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样做粉丝蒸扇贝 刚买回来的扇贝 我们首先洗一下它表面的沙子 注意要使用工具 不要涂手洗 以免花脏手 我们也可以往里面撒点盐 诱导扇贝开口 以便于我们宰杀 在清理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扇贝的内部结构 这样更便于我们清理扇贝 扇贝在海底不是一动不动的 它是会游泳的 虽然它游得很撇角 也很不合理 我们发现它的喷水口有很大的缝隙 我们可以从这里入刀 一般的参刀就很好用 扇贝平的一面对着自己 开口朝下 刀入右上喷水口 沿突出的那一面 顺时针划半圈 为什么不是沿着平的那一面 而是沿着凸的那一面画呢 让我们看一下三倍内部的生理结构 凸起的壳去掉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白色柱状体是它主要的开壁机 黑色是它的废物排泄囊 这是去掉的那个壳的裙边 紧挨着的这一层黄色的是它的过滤筛 橙红色是它的生殖线 再下面一层又是黄色的过滤筛 再下面就是平底的壳的裙边 裙边是可以吃的 黄色的过滤筛要扔掉 橙红色的生殖线可以吃 黑色的废物排泄囊要扔掉 也就是两片黄色的过滤筛 和黑色的废物囊要扔掉 其他的保留 请大家留意 它的主壁壳机 是紧紧的吸附在平的这一个贝壳上的 所以突出的那一片贝壳 就不可能是固定的吸附 否则它打开不了 就只可能是松连接 打开主要是靠它顶开 关闭主要是靠裙边收缩 就像守风琴那个样子 既然突出的那一面贝壳 吸附不仅容易脱壳 所以我们就应该先把它拿掉 扇贝的内脏都紧紧的吸附在平面的那个贝壳上 这就便于我们清理操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去掉突出的那一片贝壳的原因 好 下面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我们首先撕掉底下的这一层过滤筛 开头处有根筋 把它一扯 这一片过滤筛就去掉了 再取掉上面的那一层过滤筛 也是从开头处一撕 整片都拿掉了 非常的干净 最后我们把废物收集囊给它摘除 摘除的时候 注意多挤一下与生殖线的连接部分 就是那个灰色的部分 里面有一些废物的残留 最后我们用餐刀把所有的肉都给它取下来 这样取下来的煮壁合肌 煮壁合肌那块肉 它也是完整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完整的操作过程 平的那一面对着自己 开口朝下 从右上喷水口入刀 刀尖指向突出的贝壳那一面 顺时针划半圈 再刮掉裙边 分离贝壳 再撕掉底层的过滤塞 再撕掉上层的过滤塞 再摘除 废物收集囊 再摘除 废物收集囊 再摘除 废物收集囊 然后刮下来 肉 再摘除 废物收集囊 再摘除 小银子 再摘除 小银子 再摘除 小银子 小银子 再摘除 切成的角落 这些用来 做小银子 再摘除 小银子 再摘除 小银子 直接倒下来 沙瓦 再摘除 小银子 再摘除 小银子 蔬菜的那些贝壳 我们用钢丝球把它洗干净 至此清理的部分就全部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先加点佐料 让上背肉入味 这加的是黑胡椒 因为上背肉要放在粉条的上面 所以我们还要加一点盐 蒸的时候粉条也就入味了 再少加一点葡萄酒 当做料酒 然后再把它抓匀 再切十来个蒜瓣 加工成蒜泥 拿出一半的蒜 把它炸香 做成所谓的金蒜 另外的一半 我们在碗里 加两到三勺的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糖 少许的盐 胡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再将炸好的金蒜 倒进来 混合均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下面我们开始摆盘 先把粉丝放在下面 这个粉丝是泡软了的 然后再摆上三杯肉 再淋上刚刚做好的料汁 然后开始上锅蒸 上汽后 差不多六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 我们再会 感谢大家